來 來 黑色轎車打痕 自撞山壁 就能人員幫忙救車 沒想到雪地失滑 整臺車完全不受控制 不行 不行 手上車先不要 啊 不行啦 現場狀況也非常的多 可以看到很多車子 他其實每臺車都已經加裝了雪鏈 但是因為路面真的太滑了 殺不住 不論上山的 下山的 就算放上雪鏈 也擋不住截屏路面 得靠人力推車前進 輪胎空轉 警察 民間脫掉業者忙翻了 中天新聞採訪團隊 SNG車 就算是綁上了雪鏈 也因為車體太重 根本一路滑著下山 地面濕滑 採訪記者 也在雪地中重摔地面 荷環山變成了冰凍世界 蠶雪車來來回回 跑出地面積雪 眼前霧茫茫一片 雪景融合冰霧 還有人帶著狗狗的照片上山 故事中有洋蔥 有答應過他 要帶他來玩雪 可是他在去年的六月過世 他等不到這一天 所以我覺得說 我既然答應他了 我就一定要帶他來 十三年來 我沒有騙過他 包括他過世了 我也不可以騙他 四祖說去年六月 家中的愛犬因為癌症過世 當初答應他要帶他上山賞雪 沒想到願望無法成真 只能帶著照片來圓夢 而這場大雪也讓雪線下修到海拔 一千五百公尺 新白羊路段 也讓荷環山區變成了一片冰凍世界 記者林建文 連家慶 SBC小組 南投報導 記者林建文 李宗盛